Hello,大家好,今天的主题依然是购物分享 春天来了,有没有买很多新衣服呢? 我最近刚好买了一提新的衣服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另外呢,也想给大家看一看春天我都会穿到哪些鞋子 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 主要是近期买的几个快适上品牌的休闲衣服 有UR的,然后有优衣裤的,然后还有Zara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经常买了,我也不例外 像是一些贵价的衣服我也会买 但是品种没有那么高 每当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春夏季的时候 都会采购非常多这种快适上的品牌 我觉得他们的款式还有质量吧 都对得起价格,也都还挺好看的 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T恤 T恤就是它是一个很基本款 焦糖色,它是一个焦糖色 我相信它主要是觉得它的颜色非常好看 其实说实话T恤的话 像我这种身材,我的身材就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胸部比较澎湃 其实啊,我说句心里话 我对自己的这个特征挺不满意的 我觉得胸部大穿好多就是这种 像是T恤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少女式的衣服啊 穿起来都没有那个气质和感觉 就会把这个衣服撑成这种 到这个部位就一个大骨包 你懂吗 就是看起来完全不时髦 就近几年吧 我越来越穿的越来越休闲 然后对于这种T恤搭T恤搭牛仔裤 给大家看一下这牛仔裤 下面就是一条牛仔裤 就是这么搭一下,简单的这么穿出去 既简约又时尚,然后还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很特别,很吸引我 它这个馅的质量是非常非常薄的 很凉快的这种 你觉得怎么样这件? 你看就是胸部比较澎湃 穿这个T恤就容易把这一块的厚度 撑得特别的厚 感觉整个上半身就像一个大面包一样 你明白吗 就没有了那种单薄的纤细感 就我还挺羡慕有一些女孩 就是胸部比较适中或者相对平一些 穿这种T恤能穿出一种松松垮垮 然后很瘦弱很纤细的感觉 第二件T恤也是幼儿他们家的 是一个这种亮黄色 这种亮黄色还挺复古的 不知道镜头里能不能看出它真实的颜色 这一件买的就是稍微有点oversize的 但是我穿上感觉也不是很over 就是因为这块就撑起来了 好讨厌 这件T恤这上面写了什么字母啊 Yesterday呢 昨天今天明天是吗 我才发现好搞笑啊这个 这个T恤的颜色我觉得跟蓝色牛仔裤特别搭 这条牛仔裤就是我在上一期购物分享里分享的那个 下面是带珍珠的 带珍珠有看到吗 下面一件T恤也是幼儿他们家的 是一个南瓜色 在镜头里看有点偏红 它是一个很正的南瓜色 就是唇膏里面那种南瓜色 然后它上面带着一个大菠萝的图案 我觉得还挺搞笑的 挺可爱的 它这个袖子是比较长一点 快到这个半截这儿 这件的话就显得挺活泼的吧 有点青春的感觉 但是依然被我撑的这块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就真的是有点讨厌大胸部 真的不是在就是炫耀 真的我从小就是我记得从青春期的时候吧 就是大家都还没怎么发育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育的比较澎湃的时候 我就挺烦自己这个胸部这么挺的 于是就养成了这种寒胸驼背的这么一个习惯 直到现在我走路都还挺驼背的 就是有一种觉得胸部特别大 然后看起来不够少女 虽然我现在已经30多了 30多了 但是依然对这个胸部爱不起来 我觉得还是平一点 比较时髦比较时尚 比较有那种 尤其是一些文艺范儿 或者是一些僧女范儿 我觉得跟大胸都是没有关系的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这一身是来自优衣库 这个T恤我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它是优衣库和爱马仕合作的U系列的一件T恤 是亮黄色 然后这条裙子是我新买的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非常搭 这个裙子它不是黑色 是藏蓝色 是很深的藏蓝色 这样看吧 这条裙子它是过西的 算是中长裙吧 它上面是带一个腰带 它算是高腰吧 这一块是在腰的上边 这条裙子还是挺显瘦的 尤其就是我的身材 胯是偏窄的 就是我上半身比较澎湃 下半身是比较扁的那种 没什么屁股 然后胯也比较窄 所以穿这种裙子会更加的显瘦吧 这个裙子它的质地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硬挺的布的 还有一定的厚度吧 我觉得这两个这一身还是挺搭的 我就买了一条裙子 现在它的侧边还是看起来挺薄的 就显得人比较 然后是一件Zara的衣服 这件衣服稍微有点厚了 是买了得有一个多月了 是这样一件衣服 有一点小乡风的一件小外套 也是这种毛泥的 就是毛泥的 然后它的做工 看起来还挺细致的 这样子 边上有一圈小球球 还挺可爱的 套上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北京的别的地儿 我不知道 反正北京的季节就是 早晚温差比较大一些吧 气温也是 阴晴不顶 所以有的时候套一件这样的外套 还挺适合的 这件外套它的风格就是我 一贯以来比较常穿的一个风格 那天跟朋友吃饭 朋友还说 我说我这件新买的衣服怎么样 他还说 这不是以前的衣服吗 就是我会重复的买 某一类比较适合我的衣服 比如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 跟我的这个气质和风格 都还比较适合的这种吧 这算是什么风格呀 相对女人一点吧 但是比较女人的东西呢 怎么说呢 就容易变得中规中矩 不是说 那么时髦或者那么时尚了 但适合自己也很重要 对吗 好看吗这件 这件是Zara买的 稍微有一点点贵 799 我觉得也还行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近期春夏会穿到的几双鞋子 第一双就是最近新买的这双LV的鞋子 它是一双平底鞋 也是一个经典的款式吧 各家都有这种鞋型 有一点中性风在里边 然后很好搭配 也很休闲 由于这个鞋就是前面偏瘦 买的时候一定要买大一码 我这双其实是有些偏小的 下面一双是香奈儿的一双鞋 是一双拖鞋 这双鞋是我去年买的了 在过去的一年 这双鞋利用率非常非常高 穿上给大家看一下 穿上以后非常非常的 就有香奈儿的气质在吧 非常好搭 无论穿牛仔裤和穿裙子 我都有试过 都是很好搭的 完全不违和 然后它的这个鞋型 又是相对宽一点的 对于我这种脚比脚胖的人来说 穿起来又是很舒适的 唯一一点不好 就是稍微有一点沉 但它这个底儿还是挺沉的 挺有分量的一双鞋 利用率非常非常的高 很推荐很推荐 下面一双鞋是华伦天奴家 经典的这双高跟鞋 是5厘米的跟 穿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双高跟鞋 很女人 它在高跟鞋里算是中等跟吧 我是一个不太能穿高跟鞋的人 而且我也基本不穿高跟鞋 因为身高比较高 戴这双高跟鞋 我穿上完全就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也是能走路的 特别好看 它是白色的 5厘米的根 这双鞋没什么好说的 就非常经典非常好看 每一个喜欢高跟鞋的女孩 我觉得有机会收的话 都可以收一双 下面一双是小CK他们家的一双鞋 我觉得这个品牌真的是款式有非常非常多好看的 价格又非常非常便宜 这双鞋就是这个样子 近一两年吧 很多大牌都出了这种款式的高跟鞋 小CK家就是会找到很多大牌的影子吧 然后也有设计感 做工也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家就是不是皮质的 这双鞋非常舒服 是这有粗跟的 这双鞋是去年买的了 但是我看今年好像它依然出了这个款式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 这个非常值得收 好像也就三百多块钱吧 很好看的一双鞋 最后一双就是Prada家的一双凉拖 这双鞋我从买来以后 没怎么穿过 这双鞋就是 它是有一点文艺气质的这种感觉 我这个人整个人就跟文艺俩字不太搭 所以没怎么穿过 也是试穿给大家看一下吧 穿上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还挺好看的 白鞋 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夏天穿也OK 但是这个鞋它就是有一个问题 挺显较长的 它这个前脸是比较长的这一种 其实挺好看的 这就是我关于最近的一个 服饰和鞋子类的小分享 关于跟我分享 我可能还会继续出那么一两集吧 近期买的东西有点多 因为春天了总是感觉 要把自己打扮起来 然后祝镜头前的你 春天有一个好心情 每天都美美的 那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